Ladies and 乡亲们,大家好! 我是一对一英文教练,Jew哥 我什么人都教,教什么都不奇怪哦 欢迎各位来到Jew哥姐2021年台湾大学指考英文科解体篇第二集 在这一集里,各位会看到我怎么解答第二部分 也就是11到20题的综合测验题 在此我要再次宣告,这个影片只是为了服务考生对的暗用 答案呢,还是以官方发布为准 如果有疏漏或者是错误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包含嘿 十不十一,马上来结 11到15题,我们先看第一句,它说呢 压力太多对身体不好,太少也不理想 然后这边的while,通常话有两个意思 一个代表是正当如何如何,某件事发生的时候 另外的代表是对照 虽然如何如何,但是怎样怎样 在这里的话就是最终对照 因为后面讲到的是短期压力 实际上对价格有帮助 所以前面应该是指长期的压力 那长期的压力的话,我们十一题应该选B 因为Chron 是代表时间的意思 Chronic 是长期的 好,下一题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 第一句 短期的压力呢 将会诱发我们身体里面的保护的这些化学物质产生 然后就会增强咱们的抵抗力 好,所以十二格 这里看到了四个子具 假设我们身体如果说是轴弱的状态的话呢 那么压力突然出现 就可以很快速的让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repair system 来动员 所以十二格应该是个条件 当身体柔弱的时候 那么压力就会让我们的修复系统开始动 所以十二题应该选C 十三题 这个this应该就是指的上面十二题的这个句子里面 这个机制的话 让我们from身体不舒服 physical discomfort 好,所以十三题的话应该讲 能够保护我们 避免我们怎么样 所以十三个应该选C shilt 防御 OK 在下一个 一点点的压力荷蒙 可能会让我们的肌力变得更好 最近有个研究就发现说 把老鼠抓去游泳 他们就会记得在迷宫里面的路 如何如何 哎,这里就是这一题 让人觉得上场这些地方 这边有个then 所以十四格一定是比较急的形容成副词 对不对 那因为是十四格 一定是比较急 前面有个far 所以说far 不能翻译成遥远来看 而是翻译成更如何如何 对吧 好,那十四格应该要修饰的是修饰前面的remember 所以它一定是个副词 好,那这边的话 记得更怎么样呢 那有些东西会跟我讲说 为什么不是further呢 further不是代表说距离更远吗 我也 我在做考题的时候也有这个困惑 不过我突然想到 如果这个remember这个字 他是用travel的 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讲说traveled far further 那就合理了吧 走得更远 但是因为这边是用remember 所以我还是选better 你的想法如何呢 第15题 所以呢 要保持有健康的生活形态的关键就是 让我们的压力的程度怎么样 保持均衡 所以应该选abalance 好,接下来咱们来看16到20题 这一篇 好,这一篇的话 一开头一定会有同学跟我讲说 哦,这三个写题字 是meteoroid meteor meteoride 都看不懂 看不懂也没关系 however the difference is all about there 嗯,他们的差别都是怎么样 哦,那16格应该是名词嘛 哎 触地老师也很厉害 ABC珠 全部都名词 A大小 B重量 C位置 珠 温度 嗯,不知道 好,但是后面一定有线索 对不对 所以16题我们先放着一下吧 不要急 Meteoroids are far up in the sky 哎 Meteoroids 它在天空非常远的地方 嗯 讲距离 对不对 OK Some are very large and maybe hundreds of feet wide 哦,讲到尺寸 嗯 这个就是第16题的提示吧 所以16题的话 我猜要不就是A size 要不就是C location 先猜嘛 猜了会扣分吗 不会嘛 后面呢 我们继续看 Others 所以17格的话 我们需要 动词吧 Others But the size of a small stone 呃,可能吧 可能吧 所以17题的话 我们选B 可能就好了 好,后面我们继续看 However Sometimes a meteoroid will enter the earth's atmosphere 嗯 有些时候Meteoroids 进入地球大气层 跟大气层之间的Friction Friction 摩擦 导致它 To blah blah and 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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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词 所以18 而且还放在to的后面 18格一定也是动词 那大气层摩擦会怎样 最后烧起来 烧起来真的会怎样 先变成C位 所以就要选 猪 Heat up 加热 As a meteoroid begins to burn in the atmosphere 当Meteoroid 开始在大气层里面燃烧起来的时候 It leaves a streaked light 它会留下一道光 When this tail-like light is falling down toward the earth It is called a meteor A shooting star 啊! Shooting star Shooting star 我知道 流星 啊! 从Meteor就知道 流星 哦! 就故意接着 連續去 加漫画 叫 流星花园 哦!记得了 流星花园叫 Meteor Garden 好! 总算到这里来 Meteoroids 离在太空里面非常远的地方 进入大气层之后的话 叫做Meteor 所以16格现在总算知道了 这三个东西 是因为距离 是因为距离 而有分别 所以16格应该选 C Location 接下来讲说 Most medias vaporize completely before they hit the ground 哦!在着地之前都蒸发了 If any media 这边是9格需要动词 如果说任何的media 经过了这个旅程 最后 touchdown的话 所以19格应该讲说 啊! 从这样子一个旅程下面 怎么样 幸存下来 所以 应该选 B 它就会有大的Meteorize 可能导致爆炸 在地球的表面 造成很大的伤害 然后20格 这边讲到一个crater 可以的火山口吗? 或者饮食坑 对不对 有这么大 嗯! 就是 因为Meteorize造成的 所以 后面 20格 后面整个句子 是 这边这个句子 的例子 所以20格 我们选C For example 各位女士 乡亲们 如果觉得这部影片 对您的亲朋好友的帮助的话 请按赞 分享 祝各位考生都高中自己心目中的第一志愿 我是Jill哥 下回见